往远一点最安全 嘿嘿,这棵树够大 我看到这凯恩了 我的边上也有人,是谁啊 哇,原来是恶蛋,吓我一跳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大狗啊,是给你们带来欢乐的小狗狗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玩概念模组 堕猫猫打作战 用的模组呢,是数字马戏团里面的 面前观看的小伙伴们肯定会有点陌生啊 毕竟大狗才更新了两期 一个是概念模组里面更新的一期 还有个是罗布勒斯里面更新的 大狗今天呢,就好好来介绍一下这几个人物 在我们面前,这位追捕者是我们的凯恩 是这个数字马戏团里面的训兽师 那其他三个角色呢,是人类扮演的小丑 他呢,有个新的名字啊,叫做帕姆尼 那这期的躲猫猫啊,我跟二代还有老弟啊 就扮这个小丑帕姆尼了 那阿琪今天呢,是这个训兽师凯恩了 也是今天的主角啊,就是抓捕者了 这个角色啊,我喜欢啊,算是数字马戏团里面最厉害的家伙吧 阿琪啊,厉害归厉害,能不能抓到我跟二代还老弟就靠你自己的本事了 二代老弟,走,我们开始躲藏去咯 差点忘记告诉大家了,我们还是一样 用的地图呢,是我的世界地图,这次的话也是全新的 而且,躲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多啊 嘿嘿,这角落里有个地洞 然后,边上呢,有个小牢房 看起来这房子啊,还是蛮大的 我还看到了在这门外,有一棵巨大的树 这树还安着梯子呢,我们也是爬了上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大哥,你说这地图很好躲藏,我怎么没见的啊 感觉躲藏的位置,不多啊 我说二代,你都还没有仔细找呢 你怎么知道没有位置躲藏啊 这房子这么大,怎么可能会没有位置躲藏呢 看到了吧,这里还有个小房间 在前面还有个玻璃窗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外面的情况 看一下这阿琪,已经到哪个位置去找我们了 刚才我好像看到他了 看见了,他就在底下 你们两个可要当心了,千万别乱跑 这要是被发现了,就很难甩开他了 他不会发现我们这里的房子吧 他已经看见了,有可能会上来 大家可要做好准备逃跑了 那我呢,也是来到了这个阳台的外面 嘿嘿,跳上这棵树上 这棵树,哇,是连着其他树的哦 看起来这里才是真正好躲藏的位置 就在这个角落躲着 先跳到高的位置,看一下二代和老弟 他们所在的位置在哪 哎,这边上没办法继续往上跳了 他边上点,看到了 是老弟,放大看一下,这家伙在干啥呢 原来他也想过来啊,就差恶蛋了 恶蛋这家伙不会被抓了吧 我们还是当心点,跑远一点最安全 嘿嘿,这棵树够大 我看到这个凯恩了 我的边上也有人,是谁啊 哇,原来是恶蛋,吓我一跳 我看到老弟啊,刚才是在阳台的 他不会被发现了吧 恶蛋,得提高警惕了 没事,这边的树这么复杂 他找过来也不一定能抓住我们呢 恶蛋,别轻敌了 我可要离你们两个猪队友远一点啊 躲在这下面的角落 嘿嘿,这里啊,才是最安全的 避免啊,被你们两个给坑了 哎,这前面,不是阿琪吗 这家伙找过来也太快了吧 看来我躲的位置啊,要赶紧挪动了 看下他在哪个方向 我就往仿方向移动,这样呢 就有东西挡着了 看一下这家伙,走开了没有 小心点啊,这时候出去肯定会被盯上的 倒是这恶蛋还有老弟啊 非常的拳哦,有可能会被抓住 他们两个要是一起被抓 那我的压力就大了 嗯,我看到边上有人 嘿嘿,是老弟 哇,刚才好险啊 我想跳过树这边来的 我差点就被抓了 幸好我把他给甩开了 嘘,小声点 阿琪在底下呢 你刚才肯定是被阿琪给看见了 你这猪队友啊,是想把我给害了呀 哦吼,真的被抓了 快走 这老弟,真够倒霉的 快跑快跑快跑 哦,到这房子里面 现在啊,可以拍板子了 这老弟,已经成了阿琪的队友了 现在我要赶紧找到恶蛋 跟他会合才行啊 要不然他也被抓了 那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孤身奋战了 诶,这个小房间够暗够黑 嘿嘿,手电筒照一下 我们躲在这个角落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谁敢进来了 这么暗磨磨的 嘿嘿嘿 我们偷偷看一下外面情况 手电不能一直开着 有亮光就会被发现 躲在这,真的很安全 嘿嘿 何况是角落里面 在这休息一会都没有问题了 诶,有个人进来了 是谁 好家伙是阿琪 我看到这小房间 有一闪一闪的光 就知道不对劲 嘿嘿,被我抓了吧 可恶,居然被发现了 阿琪,这期找人有两手啊 OK,接下来第二局呢 是这个老弟 来当这个追捕者啦 没想到啊 我是第一个被抓的 你们赶紧去躲藏吧 我已经开始数数了 哦哦,这么快 别啊 我们都还没聊一下天呢 聊啥呢?我等一下要摆脱这追不着的 我不管,我数完处你们还站在这里 我就抓人啦 这老弟看起来应该是很生气了 我们还是赶紧跑吧 看看哪里可以躲藏 诶,这块地面有点不一样啊 难道这里是个密室? 不是吧 看着应该是缺少了一块草皮的个地而已 不是什么密室呢 打不开的 赶紧走,我们换地方躲藏去 还是一样 到达前面的大房子里面 里面啊,太多位置可以躲藏了 刚才我是找到了一半的位置呢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找过呢 我们要迅速赶紧找起来 诶,这边上居然有一个隧道口 我们是进来了 发现这里有个地下室 快进来,里面还有个传送门呢 哦,家伙 传送门竟然缠在这里 哦,里面啊,有这个岩浆 小心点啊 别碰到这个岩浆了 OK,我们是过到了对面 看来可以爬上去 这个位置躲藏应该是没问题了 这老弟,应该找不到这里来吧 这里都能找得到 那我也是扶他了 诶,我看到边上啊,有个站台 我看一下,能不能上去的 上面这个位置不错 先看一下周围的路面 哪里可以跳过去 这个是可以踩的 哎呦,没跳好 碰到这岩浆了 直接把我的血量弄到38了 小心点,小心点 来个缓冲 好的 没事 OK,跳上来了 不会吧,你们两个也要跟着我 这周围我都看过了 只有你这个位置最漂亮 不会吧,你们要跟我挤啊 这不是还有位置吗 位置浮了 一旦被发现,那就是一锅端呢 放心,不会的 这老弟可能还找不到这个位置呢 总感觉跟你们两个躲在一起 不是很靠谱 我还是出去吧 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位置躲藏 别让二蛋和阿奇跟着 哎呦,这不是老弟吗 糟糕,被发现了,快跑 没办法,只能再进去了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我却追得这么快 完蛋了 你说我刚才出来干啥呢 开心了吧 现在啊,我跟老弟一组了 看一下,这二蛋和阿奇到底躲在哪里 还是不是老位置呢 我们是倒了回来看一看 嗯哼,看一下 这个阿奇和这个二蛋在哪里 哎,怎么没人呢 老弟,你有没有看见了 没有啊 刚才我只看到你一个 不可能 刚才他们也躲在这里呢 但是我里面全都走过了 确实没有发现 嘿,奇了怪了 这两个家伙难道提前跑出去了 好家伙 刚才怎么不跑呢 这不是明摆的坑我吗 我一定要把这个阿奇和二蛋给抓住啊 糟糕,被发现了,快跑 想跑,来不及了吧 哎,这阿奇也在这呢 哈哈,一键双雕 老弟,你人在哪呢 赶紧的过来帮忙 完了完了完了 跑不掉了 没想到啊 微口气,一键双雕两个 这一期算是我玩的最过瘾的一次 好了,那今天的数字马戏团 躲猫猫呢就玩到这了 喜欢大狗玩游戏的 记得帮大狗啊 点个关注,点个赞